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2022年跳水世界杯赛的转播 今天已经来到了这项赛事的最后一个比赛日 现在我们关注到的是女子三女跳板的决赛 在这次的世界杯赛当中 总共将要在四个比赛日里面完成九个单项的角逐 其中八个是奥运会的正式设项 这也是中文队准备参赛的项目 还有一个是混合团体 由于备战时间并不是很充分 中国队也是在赛前宣布放弃了那个项目的比赛 女子三女跳板的决赛 也是在稍早之前完成了这个项目的资格发放 在预赛结束之后 排名前12位的选手进入到决赛当中 两位中国选手昌雅妮和陈奕文排名第一和第二 今天在决赛里面是倒数第一和倒数第二个登场 刚刚完成动作的这是来自德国的选手罗瑟 这位运动员呢实际上他本人啊 也是第一次获得代表德国队参加世界三大赛的资格 个人的水平和能力 其实在以往如果不凭借东道主的优势 想要进入到世界三大赛的决赛 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而紧跟着登场的这位则是他的双人搭档 奥丁豪斯今年是24岁 这个动作选择的是反身翻腾两周半躯体 稍微有一点点高风险 来看一下完成的质量 走板还是稍微出了一点点状况啊 一会儿我们看有没有另外一个角度的慢动头回放 一般呢跳板选手在一组向前跟头 三组和反身空翻的这些组别当中呢 是需要像现在我们看到的走板起跳 而这样的走板起跳无一 也是增加了起跳的不确定性 这个角度会看得非常的清楚 他在跨跳步结束之后 整个人是有一点斑板 也就是没有能够站在跳板的中间 这样跳板给出他的反弹力 实际上是有一点歪的 拿到46.5后 下面一位选手奥布拉恩 这是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 这个动作也是305躯体 亏好很多 奥布拉恩其实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 走板动作看起来小心翼翼 这和这块场地的器杂设备啊 稍微有一点点相关 位于德国柏林的欧洲体育运动公园呢 它实际上这个游泳跳水管 是当时为了申办2000年的奥运会所建造的 距离现在已经有年头了 所以有一些设备略显陈旧 在三米跳板旁边的这两侧的金属扶手 跟现在新修的这些场馆相比 会与跳板更加的接近 这样的运动员在走板的时候 很容易打到手 经过了前几天的比赛之后 运动员尤其是在三米上 走板动作都会更加的小心 来自日本的选手三上沙耶可 今年21岁 日本队这次只有一位选手前来参加 三上沙耶可呢 也是只会比女子三米跳板一个项目 日本队最近的应该说是两个赛季 他们的不管是男子还是女子 在难度动作的突破方面 还是取得了一些效果 包括三上沙耶可 她本人是在比赛当中拿出了一个男孩的转体动作 五一五四一会最后一轮将要做 还有一个女孩 这次虽然没有来柏林参赛 但是也是有消息说 她也在练一个五组的五三三七 这样的一个高难度的转体 下面来看一下中国选手陈一文 陈一文这个107要特别的小心 之前在预赛当中出现了一些失误 只跳了30多分 这是比较失常的情况 肯定还是比预赛的时候要好很多 陈一文来自广东 那她呢在这次的比赛当中 已经收获了女版双人的一枚金牌 搭档就是一会将要出场的查雅妮 这两位选手也是在东京奥运会结束之后 目前我们国内女子跳板最优秀的两位选手 也是跳大梁的人物 他们两位呢实际上也是中国队当中 仅有的两个参加了上一届 跳水世界杯赛的运动员 这样到目前为止 陈一文的总分是277.95 查雅妮这是在预赛结束之后 排名第一位的选手 也是107躯体 从单跳的绝对质量上来说 还是要比陈一文略好一些 查雅妮这次来到跳水世界杯赛 表现出来的状态确实还是调整得相当不错的 那之所以 中国队只有两位选手参加了上一届的世界杯呢 是因为上一届世界杯赛是东京奥运会的测试赛 但中国队在所有的项目当中 已经提前拿满了参赛资格 再加上疫情的影响 所以当时还不是队内绝对主力的 查雅妮和陈一文就代表中国队参加了那次的比赛 那其他的一些东京奥运会的主力队员呢 则是在家中更加集中的进行奥运的备战 在这一跳结束之后 查雅妮排在第一 陈一文排在第二 三上沙也可排在第三位 女孩担任的比赛 各位选手总共要完成五个没有难度系数限制的自选动作 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最后一轮 美国选手海登 这位运动员也是在稍早之前的双人比赛里面 收获了一枚铜牌 选手个人的能力其实还是挺不错的 这个运动员在两周半动作上并不显得吃力 细节方面略微的粗糙了一些 总体给人的感觉 美国队在这次的比赛当中 也是略微显得有一些备战不足 运动员看起来没有经过一个充分系统的训练 所以动作略微显得有一点松 有一点沉 哥伦比亚的克里亚 在上一轮结束之后 他的排名是第五 405 居体向内翻腾两周半 起跳的高度稍微的欠了一点点 四组立定起跳的动作呢 由于没有走板的助力 完全要靠选手通过压板 获得最大可能的反弹来完成 那这时候实际上特别考验 一个是选手的内在力 另外一个呢 就是人版节奏的协调性啊 是不是能够配合到最好 法系选手里拉 在上一轮结束之后排名第七位 这条五组的转体动作 向前翻腾两周半 转体一周 难度价值是3.0 算是一个比较正常的发挥吧 那里拉这位选手呢 他基本上在国际比赛里面 是具备 如果发挥的好的话 能进单人的决赛 发挥不好的话 也就是在决赛 就是离决赛非常接近的地方 大概13 4名这左右的样子 255.7 这是五跳结束 他的一个整套的成绩 加拿大选手威尔逊 先后一轮的五组转体动作 跟之前的几轮相比呢 还是完成的稍好一些 那加拿大队呢 实际上队内还有一个挺不错的女版队员 叫瓦勒 他也是在今年夏天结束的世界锦标赛当中 这个项目获得了云海 总分267.2 在东京奥运会结束之后 各支队伍都是进行了新老交替 除了中国队之外 像美国队 澳大利亚队 加拿大队 尤其是加拿大队 他们的女队 所有的老队员都已经离开了 所以现在呢 是清一色的年轻选手 美国队的皮肯斯 美国女队当中 也有一个不错的女版选手 叫贝肯 那贝肯这位选手 他实际上在今年举办的唯一一战世界系列赛当中 当时实际上是跳出了 在今年啊 我们能够看到的非常难得的一个分数 是将近350分 那这个分数实际上是具备在世界三大赛当中 冲击金牌的可能 那这一次呢 确实由于世界杯赛一直到今年9月份才确认举办 所以个别的选手没有参加 哥伦比亚的贝姆德兹 最后一跳 反身翻腾两周半难度价值3.0 走板还是略微有一点点不稳定 整个人的重心直接是被跳板抛出去了 这动作完成的太勉强 裁判员只给到了4.5的时得分 对他的动作质量是给了非常严重的扣分 德国队的罗瑟 这也是双人的银牌得主 这107 好像刚刚完成三周的翻腾就已经到水面了 到最后打开动作和半周的翻腾都合二为一了 这太低了 107对于女孩来说 基本上就算是跳板里面的一个非常大的难度 我们看到她在整个躯体姿势的时候 手就已经离水面很接近了 226.7 下面轮到他的双人搭档 奥丁豪斯 是 中文字幕提供 最后一跳选择了二组的向后翻平两周半 这是一个比较正常的动作 不能算是有开大的失误 但是扣分点还是不少 由于完成的高度还是比较低 所以在入水的时候两只手勉强能够碰到 没有办法完成压水花的动作 250.55分 来自澳大利亚的奥布拉恩 这位选手呢 在今年也是参加了英联邦运动会 女子一力跳板的比赛 获得一枚银牌 最后要做的是五组的转体动作 还是担心自己因为走板失误而造成比较大的损失 所以完全不敢发力 这五一五二还是质量比较低的 跨调步的最后一步距离板头还是有挺大一块距离 这样没有办法充分地利用板的反弹力 有效分是5.5和6分 这样总分267.6 两位中国选手现在少跳一轮 仍然是排在第一和第二 对其他的选手已经算是套圈了 下面一位 三上杀也可 这是在预赛结束之后排名第三位的选手 这个动作不得了 向前翻腾两周半 转体两周 预赛的时候跳了71分 哇 虽然入水的时候确实不太垂直 脚尖的位置过了很多 不过也能够感觉到 他对于这个大难度的动作 实际上已经是有一定的熟练度了 练了一段时间 这不是懵的 三上杀也可 从这个比赛当中两场的表现来看 这个高难度的动作 是完全可以做出来的 女孩呢 实际上在跳板上 难度的突破还是比较难 所以日本对这样的一些变化 还是要引起我们的注意 这样三上杀也可的最后得分 287.05 目前是排在第二位的 已经锁定了一枚奖牌 两位中国选手还没有登场 下面来看一下陈一文 最后一跳 这个高度实际上才是陈一文的正常水平 从之前的分数来看 陈一文在今天整个状态并不在最佳 那最后一跳呢 实际上这样的一个起跳的节奏和高度 还是可以充分地展示他的能力 在一些小的细节上 还有待提升 基本上陈一文他正常跳下来 分数是在8分左右 那今天最后一跳呢 7.58分这样的一个时得分 总分是346.95 陈一文在今年夏天的世锦赛夺冠成绩是366分 赛前的测验呢也是测到了362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昌雅妮 也是相同的动作 两个中国姑娘动作的排列和选择是完全一样的 横向对比他们的质量 水化的效果还是要更加的干净 这样查亚妮这个动作跳下来 就决定了这枚金牌的归属 从前面几轮来看呢 其实查亚妮发挥的要更加的稳定一些 查亚妮最早参加世界锦标赛是在2017年 当时呢她是作为师庭帽的双人搭档 是获得了布达佩斯市锦赛的双人冠军 随后也是由于个人的状态 进行了一段时间调整 来到这个周期之后又重新出发 这样查亚妮的总分也是定格在了363.75分 收获了这枚金牌 另外一位中国选手陈毅文346.95 获得了女子三米跳板的银牌 日本选手三上杀也可 收获了这个项目的铜牌 那到目前为止呢 中国队在本次的世界杯赛上 单人项目全部是收获了金银牌 形成了包揽 双人项目呢也是从来没有让金牌旁落过 确实是非常出色 甚至是这样的一个竞争啊 没有太多的对手 就是中国选手在跟自己比 但是呢 中国队员也从来没有放松对自己的要求 尽可能的把自己的一个最好的动作质量 能够跳出来 这三位呢 就是在今天的女版项目当中 获得奖牌的运动员 其实这一次的世界杯赛啊 对于每一个选手来说 都是一个挑战 更紧密的赛程和一些赛者的变化 都是需要重新适应 来看一下女子三不跳板的最终成绩 常雅妮 陈毅文分货冠亚军 日本选手三上杀也可拿到同牌 好 各位观众 我们在这一比赛日 对于挑水世界杯赛的转播 就暂时告一个段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着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